最近网上又传出来了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资金问题 即将作为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备用零件库报废的消息 这是一个假消息 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消息是真的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户或是虎妞 最近因故方面准备放弃威尔士亲王号航母维修的消息又传出来了 这个消息其实是一个假消息 最早是英国的太阳报传出来的 当时的标题是皇家海军的失败 耗资32亿英镑的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 沦为废料厂以维持其同级舰能够漂浮在水上 太阳报这个媒体虽然是英国官媒 但却是官媒中的今日头条 他们起标题就讲究一个真景听 明明文章是很正经的文章 里面详细写了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两艘航母的维修状态 并且讽刺一下当前英国海军的舰船维护能力 但是人家太阳报觉得吧 这么写应该没法吸引眼球 所以就起了一个维持其同级舰能够漂浮在水上的标题 说白了就跟震惊体一个意思 只不过国内媒体在这篇文章的时候只看了标题 没看内容 所以就直接把这件事情当真了 再加上太阳报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媒体 所以到了中国就变成了英国放弃维修威尔士亲王号航母 准备将其作为备用零件给伊丽莎白女王号使用 这个消息看一下就知道到底有多离谱了 许多为航空母舰制造的零件都是定制生产 产量很少且价格昂贵 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更换零件 哪怕是同一级别的姊妹舰之间也有很多不能通用的地方 改建的价格还不如肢解造个新的 但即便如此仍旧有不少人愿意相信这个内容是真的 甚至有一些英国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离谱也有这么多人相信是真的 因为英国海军这几年有点过于拉垮了 比把全新航母报废了当零件这件事情更离谱的事还发生过 所以这件事情就算是真的也不会让人觉得震惊了 现在的英国海军简直就是武偿之耻 但从军舰数量上连印度都不如 目前英国海军服役的23型护卫舰就8艘 26型估计要等到28年才能看到第一艘 原本是有10艘23的 结果前几年因为他们找不到足够的水兵 干脆报废了两艘 然后是四五型驱逐舰 作为当前英国最先进的驱逐舰 里外里一共就6艘 结果6艘驱逐舰都有心脏病 最严重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6艘船集体趴窝 没法移动的情况 那英国人可以改动力帮啊 改当然要改 必须改 然后到现在为止才改完了3艘 平均一艘改一年多 接近两年 剩下三艘还在排队 这么离谱的事情 已经不亚于报废新航母的零件了 现在 英国还一天到晚和他的共恶父子嚷嚷 要来南海凑热闹 但是船呢 好不容易来了一次 就连航母的舰载机都配不全 最后还是找美国人接的 而威尔士亲王浩 也就是在那次行动中 因为故障犯行的 最后到了中国附近 也就在解放军的监视下 转了一圈就走了 所以当年的皇家海军呢 不会就这点船了吧 你的远征军呢 不敢来 还是干脆烂在港里了 去年的时候 他们又来了一次中国 直接派遣了一艘刚改好的23型护卫舰 前来中国南海威慑中国 这让我国方面 只有20多艘056护卫舰的海警 茫然不错 堂堂海警 竟然找不到一艘 能和23型护卫舰对标的舰艇 就连海警都没有这么破的破船 所以这玩意儿 就是传说中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 我觉得相对于英国人的武力挑衅 我国海警更担心 这玩意儿开到南海自己沉了 这不就是典型的碰瓷吗 前段时间美国人让英国派遣军舰 前往红海协助护航 英国人那个海军上将 比护卫舰还多的破海军 有多少老底儿 他们自己能不知道吗 所以这些人满嘴说答应会来 然后等到出发的时候 直接制造了一场撞船事故 把两艘船都给拉回英国 并表示这次不凑巧来不了了 这些离谱的事情 哪个出来 都能跟英国准备报废新航母 当零件相比了 也难怪 就算这个消息是假新闻 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相信 高中课文 别了不列颠尼亚 说得很清楚了 大英帝国从海上来 又从海上去 现在就是他们 从海上去的时代了 但可以不说话 但是又菜又喜欢吹 也就怪不得别人嘲笑你了